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冷那是因为老回路还没有转回来 但熟了就觉得其实这个人更真实更可爱了 这样子墨其实才是我们应该最喜欢的 之前那个比较高冷比较帅那个已经远去了那个回忆 首先是开始竟然是感觉是一个很害羞的一个人 但是是一个很闷头练舞蹈的一个人 熟了之后发现很俏皮的那个男生 肯定会很钻研自己的舞蹈 前后反差不是特别大 不像亲自摸那种天壤这个人 比较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很高冷比较害羞 不过来怎么讲话 这种都被人需要照顾 熟了之后发现都是假象 这个人很开朗 有点皮 其实很活泼的一种